往玉米面里打入两个鸡蛋,用筷子搅一搅,出锅就是一道美食,营养又美味,米面包还香甜,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盆中准备200克玉米面,在里面加入4克酵母粉,一勺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然后再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继续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往里面加入300克普通面粉,然后往里面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下手揉成面团,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不需要饧面,直接移到案板上继续揉,揉匀揉光滑 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一个面剂放在案板上,再将它揉一揉 揉成圆形,再团一下,将它搓成两头肩中间宽 搓好之后用手按扁,按成一个锁子的形状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接下来电饼秤提前预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用刷子涂抹均匀 刷匀之后关火,再将我们做好的生胚,均匀的摆放在里面 全部放进来之后盖上盖子,醒发15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半根青椒,切成青椒丁 再准备半根红椒,同样也切成红椒丁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香葱,葱叶与葱白分开 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一小块生姜切成椒末,切好之后和葱白放在一起 将葱叶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15分钟之后,大家看一下生胚已经变得胖乎乎的 用手摸一下能快速回弹,像这样就是醒好了 然后开火先煎上一分钟煎至底部金黄 再往里面淋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生配的三分之一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开水煎包模式煎上十分钟 将里边的水分收干 我们最好用这样的玻璃盖 这样能随时观察里边水的情况 接下来把锅烧热,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切好的葱花,姜末放入锅中炒一下 炒出香味 将切好的青椒丁,红椒丁放进来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往里面加入一碗清水 接下来调一下味 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增香 少许五香粉 再加入一勺鲜鸡汁 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再淋入适量的面糊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粘稠状 像这样冒大炮就可以了 再往里面加入一把虾皮提鲜 再加入切好的葱花 最后滴入几滴小磨香油增香 搅拌均匀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盛入小碗备用 时间到了以后又焖了两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 啊,太漂亮了 浓浓的玉米香加上奶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是太香了 看一下非常的蓬松轩 底部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均匀的摆放在盘中 把我们做好的辣椒糊往中间一放 看着就很有食欲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底部颜色金黄酥脆 表皮非常的松软 掰开看一下 里面组织特别的细腻 玉米面鸡蛋搭配上牛奶 营养丰富真的是太香了 再蘸上我们调好的辣椒糊 舀上一口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发过的面特别容易消化 很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吃 喜欢的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白菜搭配一把 面条简单一做 出锅没想到居然这么好吃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买回来的大白菜 一片一片掰下来 然后放入大盆中 再用流动的清水 将每一片白菜冲洗干净 再将洗净的白菜控水捞出 放入漏筐中控水备用 接下来将洗净的白菜改刀先切成段 然后再将白菜切成条 最后切成这种宽条就可以了 再将切好的白菜放入漏筐中 接下来准备一根大葱 切适量的葱花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改刀切成蒜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 将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再将切好的葱姜蒜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粒八角 将八角掰成小粒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将五花肉改刀切成片 再将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五花肉快速翻炒 将五花肉的油脂煸炒出来 将五花肉炒至微黄 下入料酒去腥 再下入适量的老抽给肉上色 切好的小料也加进来 继续煸炒出香味儿 接着下入白菜继续煸炒 将白菜炒至断生 白菜炒软后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小勺白糖 再加入一小勺鸡精 继续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水的量没过配菜即可 翻炒均匀之后盖上盖子炖煮五分钟 让配菜充分的入味 五分钟后将汤汁盛出两勺 接着下入面条 我这里用的是生面条 生面条做出的成品会更加的筋 到好吃将面条平铺均匀 盖上盖子先焖上三分钟 三分钟后将汤汁均匀的淋在面条上 然后继续盖上盖子将汤汁焖干 焖干后打开盖子 再用筷子将面条抖散开 再将面条从底向上搅拌均匀 将面条和配菜充分融合到一起 搅匀就可以装入盘中了 这一道好吃的白菜焖面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面条咸香入味 白菜鲜嫩好吃 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观看